现在是2024年的2月16号的上午9点钟 我们现在在哥伦比亚北边的海滨城市 卡拉特黑娜的酒店里边 我们正对着加勒比海现在 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老城去逛一逛 怎么样 它在卡布奇呢 这是卡拉特黑娜老城中心的一家网红的酒吧 它的Desayuno就是它的早餐非常有名的 我们过来试一下 这个是三文鱼 底下有牛油果面包 我这边是猪肉 鸡蛋 Arepa Arepa是南美每天要吃的 也就是玉米面做的 然后Avocado 牛油果 那不错 我们现在在卡拉特黑娜 卡拉特黑娜是位于加勒比海边 是哥伦比亚的第五大城市 也是玻利瓦尔省的省会 这边的很多居民都是具有这种加勒比的原住民的血统 这边一路走过来很多拉客的推销的毕竟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 卡拉特黑娜是游客众多的一个城市 Ala Eroica Cartagena 献给英雄的卡拉特黑娜 卡拉特黑娜是始建于公元1533年 最近也差不多有五个世纪的历史 这个是叫San Pedro 也就是圣彼得的大教堂 也就是圣彼得的大教堂 这边是西蒙波利瓦尔 广场旁边的这个教堂叫Santa Catarina Santa Catarina教堂 这个教堂是卡拉特黑娜最早的教堂 也是它的主教堂 整个卡拉特黑娜的总教区也就位于这里 主教堂始建于公元16世纪下半夜 教堂的两侧各有七幅这样的浮雕壁画 总共14幅 卡拉特黑娜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 满街的游客 和摊分 商店 推销的 叫卖的 非常的多 这个叫 Puerta de Le Rojo 也就是钟楼 钟楼的门 Le Rojo就是 西班牙语就是钟的意思 这个就是整个的 卡拉特黑娜的京城的主门 因为卡拉特黑娜呢 总共有13公里的古城墙 它整个的老城中心的都是被这个城墙的包围在这个里边 走出城墙呢 这边就已经是海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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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海边的 在海边的独立战争期间 应该是最早独立的一个地方 就是卡拉特黑娜省 那今天呢 是100周年 那么这个公园应该是1911年建的 当然后来这个 卡拉特黑娜呢也是加入了 并入了 玻利瓦尔 创立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卡拉特黑娜 给我的感觉就是火热的城市 一个字 hot 人也热情 气候也热情 这是一条非常有色彩感的一条小街 非常的美 各样的颜色 这里有个酒店叫 Tres Banderas 三面棋 外面真的挂着三面棋 非常有趣 卡拉特黑娜呢 自古以来呢就是哥伦比亚最重要的港口 当年西班牙人知名了这块地方以后呢 把整个在整个拉美收刮过来的 黄金白银和其他的一些贵重的产品呢 都集中到卡拉特黑娜 然后在这边呢 统一装船的运务回西班牙 因为这是一个财富聚集的地方 所以说当年呢 加勒比的海盗呢 也盯上了这个 所谓的打引号的商机 所以说他们多次呢 袭击了卡拉特黑娜 后来卡拉特黑娜呢 在16世纪末呢 就开始决定呢 建自己的城墙 来防守这个 海盗的从海上的袭击 那么这个城墙呢 现在总共是有13公里长 把整个卡拉特黑娜的老城 全部包围在里边 这个城墙呢 总共建了将近两个世纪 200年才建完 一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 才完全的完工 现在我们就走的这块 就是当年留下来的城墙 这个就是当年的古城墙 那边还有以前的大炮 非常巨大的工程 直到今天呢 卡拉特黑呢 仍然是哥伦比亚的 第一大商港 是它最大的港口 昨天我们飞机在 因为卡拉特黑娜的机场呢 就建在加勒比海边 飞机降下来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很多的集装箱的 码头和货轮 卡拉特黑娜呢 也被旅行者称为呢 哥伦比亚最美的城市 其实它主要是最好看的 也就是它的工程 也就是它的卡斯库别火 老城中心 留下了大量的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 所以上二世纪八十年代呢 就被联合国教科文处置 列为人类文化遗产 城墙旁边呢 有一个老建筑 改为的 shopping center 我们进来看一看 非常有味道啊 这个据说是以前是一个拳击场 西班牙人修的专门拳击扇 供拳击扇使用的一个场地 最近呢有财团呢 把它给改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购物中心 很棒的建筑 Campahena呢交通呢也是比较拥堵的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百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现在是下午的五点四十五分 现在又回到了海边 我们现在马上要在这边看日落 看夕阳 城墙上面呢 已经来了不少人了 很多人都在这边等日落 我们曾经在无数的海边看过日落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加拿比海边看日落 这是夜晚的玻璃王尔公园 这是哪里放大深的风格舞蹈 这是晚上的Campahena的老城中心 这个是中欧门 老城的主门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Plaza de las Coches 也就是汽车广场 人还是不少 这边呢 随时都有警察在这边巡逻 所以说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有安全保障